瑞芳吉安里的社区大多都是20年以上的老旧社区公寓 因此周边的排水沟也比较老旧时常淤积 遇到下雨就很容易阻塞 在经过地方多次反应 圈公所在近期也进场将老旧排水沟改善 让附近住户都安心不少 这里是瑞芳区吉安里 可以看到正在进行的是排水沟的态患更新 里长说这里的社区住宅大约都有20年以上的时间 因此周边排水系统相当老旧 因此在多次反应公所的情况下 现在公所是在进行更换 那是台湾在修理吗 可能是这样 那厺素路过来 那我们作品来这里就最高利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老旧的社区 它有很多水沟的寒管 是以前用砖块器的 已经都年久失修 它有塌陷 那导致有很多地方都积水排水不通 那我们这一次针对可以清衣的地方 我们就请故宫来做清衣 附近居民也都担心 因为排水系统不良可能会造成居家损失 里长也不断向相关单位反应 经过反应多次 近期公所进场失作 排水沟改善工程 预计再过一个星期就可以完工 附近居民表示 能改善真的很好 他们再也不用担心会有排水不良的问题 路段就是阻塞的 那我们有请公所 公所这边就是有派工来做一个开挖 新来设置寒管 跟新设置一些水沟盖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把这个整个环境改善 让这个淤积蚊虫滋生的这个情况可以获得改善 至于里内还是有其他水沟淤积的区域 里长则是以故宫的方式进行人工清淤 以确保水沟顺畅 就成为瑞芳采访报道 clearly in it's the 借河 是的 彩虫 甚或溃